大太监李玲英说慈禧太后有好多好多翡翠 去世了还带走是吧 据史料记载慈禧太后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翡翠 慈禧太后的心腹李玲英和他侄子所写的爱乐宣笔 里面详细的记载了慈禧入关前 慈禧的头上放置了一块翡翠荷叶 一尊翡翠佛像慈禧的脚下踩了两只翡翠西瓜 他是在学哪吒吗 滚 还有两只翡翠甜瓜 十个翡翠桃子 两颗翡翠白菜略白酵的那种 菜心上负责一只翡翠锅锅 当然除了翡翠还有珍珠啊 瑞石啊 黄金宝石之类的珍品 光是珍珠就多达一万三千多颗 数量自己能规模至庞大 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博物馆 从相关描述中了 我们可以了解到 实际太后对翡翠确实是非常